年轻的故事 有无限的希望 当梦想长得越大 就越成熟 所有快乐悲伤 勇敢的接受 年轻的地方 就是天堂 路是无限的宽广 不管挫折多少 努力去追逐梦想 十方自由飞翔的渴望 就能飞越无数的海洋 梦能把未来点亮 照亮无穷天地 年轻就是力量 勇敢往自己选择的方向 就拥有自由梦想的天堂 老师知道 你们都有自己的情绪 这事情也都有自己的看法跟做法 但是离家出走 只能短暂逃避 并没有办法解决问题 如果你们的父母 也因为承受不了压力而离家出走 你们会作何感想 会不会觉得他们很不负责任 将心比心之下 这样做好吗 妹 你好了吗 该出门啰 你在干嘛 我在拿不买里面的钱啊 你拿出宫里面的钱要干嘛 没有啦 班上要缴个科讲义的钱五百块 今天是最后一天了 而且全班只剩下我一个人还没有交 所以 你怎么没有跟妈说呢 上次跟妈说 要交营养午餐费的时候 我看妈东凑西凑凑了好久 才够钱给我 然后又害她跟爸吵架 所以 你就不要再说了 让我静一静好不好 你听我说嘛 哎呦 五百一回就睡觉嘛 家里大大小小的事情你都不管 难道家里是我一个人的吗 我跑了一整晚上的车子 十几个小时都没有睡觉了 哎 你就不能饶过我 让我先睡一下 你就跟我说说话 又花不了你多少时间啊 晚睡半个小时有什么关系嘛 每天啊都是听你重复的话 听你在抱怨 半小时是受罪耶 你知不知道啊 就你一个人受罪啊 我忍着腰痛 每天端八个小时的盘子 我就不辛苦 我不受罪 我也是不希望你那么辛苦啊 我也是很努力的在跑车耶 可是现在不景气啊 一整个晚上跑了十四个小时 还没有以前七八个小时的一半呢 现在孩子都大了 所有开销也都增加了 什么房贷 车贷 有的时候还被罚交通罚款 加上孩子的学费 营养午餐费 跟那些有的没有一些 什么讲义费啊 还有什么什么班费的 哎 这也是很多耶 现在我们已经在吃我们的老本了 你知不知道 无奈啊 哥 等我一下啦 啊 我忘了你有气喘 有没有不舒服 还好 书帮我背 哥 谢谢 哥 哥 为什么最近爸爸妈妈常常吵架啊 大概是收入变少了 负担沉重了吧 是因为我们的关系吗 那我的奖义费怎么办 我记得去年暑假的时候 我跟同学一起去打工 一天好像可以赚到五百块耶 我想再去试看看 可是今天又没有放假 你不去学校了吗 学校一天不去应该不会怎么样 钱赚你的奖义费要紧 那我要跟你一起去 不行打工的事 我来就可以了 你要去上学 可是你不是说 学校一天不去又不会怎么样 而且 今天我又找不出奖义费 很丢脸耶 哥 你就带我一起去嘛 说不定啊 我们两个一起打工 老板会给我们多一点哦 不好嘛 那我们走吧 那我们走吧 凯婷 你知不知道 黄冠宇今天为什么没有来学校 知道 现在我们就会来 我来说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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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你去看 我来说 我来说 你来说 我来说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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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魏老师 您班冠宇已经要来学校上学吗 没有 我也正要回来打电话 怎么了吗 我们班春美今天没来学校上学 而且我刚打电话去他们家都没有人接 兄妹俩同时都没有到学校 不知道会不会发生什么事 我有她妈妈的手机 我先来联络一下 喂 你好 是冠宇妈妈吗 我是冠宇的导师 是这样的 文慧老师 谢谢